乔生来到台湾升学的案例 最初始于1951年 只要在海外居留满6年的华育学生 即符合台湾的乔生资格 在晚清革命的时候 由于海外的华侨对于村中山的革命事业 有很大的帮助 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有捐款等等 所以对于这个辛亥革命来说的话 它贡献了相当的一个辛力 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 中国民国政府在制定所谓的华侨政策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项就是对于海外华侨有一些奖励 也接受了海外华侨的子弟 以乔生的身份回国来受教育 乔生要留在台湾工作 除了寻找薪资高于48新台币以上的工作外 也可以利用评点制的方式 达到规定的项目 以取得分数来争取留在台湾工作的机会 我刚刚确认一下我们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所最新规定 乔生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跟一般的外籍人士 就是跟台湾没有任何关系的 单纯的外籍人士要入境的 去申请使用白领外来的工作 专门技术啊 或者到外国人投资设立公司当主管啊 学校教师啊 在补习班担任专任的外语教师 职业运动员 演艺人员这些 好 这是一般外国人都可以试用的 那乔生呢 就像乔生因为之前 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就有希望多元取材 能够让台湾的就会市场 有更加的多元人才 所以我们鼓励乔生他留下来 他如果要选择走一般路线 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有乔生专案 就是评点制 乔生只要留下来毕业 他去提出申请 评点合格之后 他就可以取得工作证 留下来工作 条件就是看看你的分数 有没有到达那个70分左右啊 就是他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条件都有一个分数这样子啊 到70分 然后他就会让你留在台湾这样子哦 那公司方面呢 有什么条件吗 就是你找的公司 诶 基本上我公司是没有什么条件啊 因为他也是想要我在这里做啊 就是他想 他就是想要找一个乔生在台湾 帮他们处理一下其他 因为我们公司有对外贸易嘛 就是有对马来西亚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这样子 就是可能就是他需要我们当一个翻译或者是业务这样子之类就是要跑去了解其他国家的那个这样子哦 所以他也很希望我留下来 时事评点之后 达立发张署表示 乔生在台湾工作的薪资正逐年下降 因此蔡英文总统上任后 就想要将最低薪资门槛调回来 初步规划是以3万一新台币作为门槛 我觉得要从两个角度去看 这答案可能会不一样 第一个 我们希望乔生留台是单纯补充国内年轻劳动力的不足 还是过去马政府时期所谓吸引优秀乔生留下来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关键 不同的想法 因为少子话等等 我们每年事实上就业人数是逐年在递减 或者说我们要借用乔生来作为补充年轻劳动力不足的话 那我觉得不恢复也没关系 那如果所谓优秀人才的话 我觉得当然恢复成原本旧制 一定要达到47,971元 等于47.9K算48K 那这个金额非常接近我们台湾的总受雇人口的平均薪资 我觉得其实不可以这样去针对薪资来说 是否有专业性工作 在评点制里面他就要求说 我必须是符合书像专业性或是技术性方面的产业 才可以提出申请工作证 所以他本来就具有专业性或技术性在里面 另外一点就是其实薪水也会被地区和产业影响 比如说你今天从事一样是设备工程师 比如说你今天在组科或是在可能在云林嘉义县市 可能薪水就有不一样 长久以来 台湾政府对家境清寒的乔生提供了健康保险的补助 但在蔡英文总统上任后 所提出全能负担健保费的制度 难免会加重清寒乔生的经济负担 针对乔生其实所有的境外生来 应该说所有境外生健保费的问题 目前政府打算把中国籍留学生纳进来的同时 把其他的乔生跟单纯的外籍生一体试用 所谓的一体试用就是全额支付 高达1497的样子 非常不便宜 可是我举我个人的例子 我是留学日本大阪大学 以日本对于外籍生的政策来讲 他只要允许你入境就读 其实你就是完全适用日本国内的法律 所以外籍生我们也都参加日本各地的国民健康保险 日本的保险有点复杂 我们就先不说了 就是国民健康保险 所以比照当地人 当地居民呢 因为我们留学生 像我们一般单纯留学生都是没有工作的 所以我们就是无收入 当地居民日本人他们无收入的负担多少 我们就负担多少 我也知道台湾有相当多民众 以所谓有没有纳税作为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点 医疗保险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普世价值 那如果台湾的健保太便宜 而导致他有一些问题的话 那我们可以 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去检讨 但是是整体的检讨 包括不会因为被保险人 他的国籍有所不同 而给予费率的差别 我觉得这是 就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的留学经验告诉我 我认为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那怎么调整 这是专家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只知道 不应该因为学生的 或者被保险人的国籍而有所不同 他只要是 一般人 他只要是合法入境的 我们就应该给他 正常的 至少我们一般居民 无业的一般居民负担多少 他就是多少 我们可以不要上这些境外深入境 这没有问题 每个国家都可以采取 不同的留学政策 但是一旦进来了 他应该就是跟 我们的国民享有平等的对待 在不涉及到主权 国籍问题上是平等对待 乔生来到台湾就业与留学 是否应该得到台湾政府的补助 以及与台湾居民享有相同的健保制度 这是每一个乔生以及台湾政府 必须好好讨论的事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看安全 谢谢大家